很聰明 要講講他 講回俄羅斯的柳葉刀的無人機 其實對華蘭的防禦很大威脅 他們的柳葉刀 第一,可以做一個巡航 遊蕩地走 直到目標撫衝來攻擊 整件事跟美國的Switch Blade相似 當然,航程和彈藥差一點 但如果打,裝甲車輛也是很麻煩 設計上是相當不錯 很緊湊的彈型 本身的成本是低 成本的成本,成本效益一定是高 破壞潛力很大 現在對M777、M109 自走榴彈炮和拖鞋式榴彈炮 威脅十分大 俄羅斯自從入了柳葉刀之後 也不一定每次都要用反炮兵 即是他們的火炮彈 反炮兵雷彈炮後 也可以用無人機的追擊 所以這場戰爭 我們說這種油蕩式的彈藥 其實對陸軍來說是相當致命 而很多士兵看到都很害怕 基本上跑都跑不掉 你不會救無人機飛得快 他們的追擊都相當有效 所以現在,嘩難要想一些辦法 如何去解決柳葉刀的問題 他們其中一個想法 都是透過獵炮防空等系統 我們說的高射炮 去解決 但我們說過獵炮防空 本身的彈藥不足夠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 他們去找一些比較舊的武器 他們嘗試用俄羅斯的武器對俄羅斯的武器 其中一個就是ZU-23 或者ZU-23的機槍 這個之所以叫做23 因為它本身是23mm的機槍 如果你說23毫米的口徑 就真的不算小 這個我們都差不多可以叫做機槍 我們都可以叫做機槍 你看到它本身 都是拖藝式的 有兩個輪子 你將它剪開之後 就能夠做到一個高射炮的效果 即是一個開啟的毫米機槍 由上世紀60年代用到現在 你還未遇到60年歷史 它本身就是兩支槍盤 再拖著長的彈帶 一路開槍一路攻擊 射程大概2.5公里左右 即是2.5公里 2500米 我通常愈鬆一點 就是2公里以外 所以如果你有飛機 在視距的作戰 視距內也說幾公里 如果你是2.5公里 在視距內 都能夠用到彈幕去攻擊這些飛機 而這個ZU-23 其實它本身就是去打直升機 以及打對方低飛的戰機 例如SU-25 即是A-10的角色 所以打SU-25都可以 打卡M-2 和米24都可以 但沒有想過 隨著時代的改變 打自殺式的無人機 似乎都不錯 似乎都會有戰鬥的位置 而它本身除了機炮 亦都有雙聯的加龍炮 即是兩飛的加龍炮 所以都蠻好用的 所以這個武器的玩法 通常需要有兩個人 一個是指揮官 一個是炮手 主要是指揮官 可以設置對方的威脅 以及炮手去調整他的座標 攻擊那個地方 如果你有其他人在手 即是你是一個牌的 或者你是一個班的 你可以負責大家一起做不同的工作 例如戰場的通訊 或者處理彈藥 如何入彈進攻 不停連環攻擊 本身這支炮的射速 射速是1分鐘400發 即是以現代軍事來說 即是不是說很厲害 即是不算很厲害 即是如果是假的 即是假的 即是假的 即是有時有些目標高速的來 即是短時間都打到 大概2000發1分鐘 那個速度 出來都可以 都可以 它本身是兩個管 我們說是雙槍管 所以它覆蓋的範圍 都會比單槍管大 即是我們常說 就像一個彈幕一樣 所以紐葉刀這些 即使你飛得不錯 因為有兩槍管 那種橫掃 所以紐葉刀這些目標 都會隨時被打落 如果你說Olin Olin那隻無人機 就更加容易被打落 Olin-10那些 那些東西 現在這個Sul-23 即是這個 它關鍵的作用 其實都是做一些 點對點的防空 都明顯是能夠守護著 部隊附近的防空情況 所以都應該是跟著 我們說的戰鬥部隊 就四處去的了 你有留意到 其實它的玩法 因為第一 它很輕便 所以其實你都可以 將它擠上 它的移動車輛 雖然它 你見都是拖椅式 但它到作戰的時候 它都需要 有一個固定的點 但如果你擺上它 我們說的這些 擺上它 你真的可以 放到它 擺上它 它又變成了 一個自動移動的 高射炮 所以其實 它的大行性很大 它的玩法 都相當好 亦都免受到 我們說的移動部隊 即是它們的突擊部隊 去到那邊 就可以用到那邊 也都免受到紐葉都的突襲 All in 10 那種偵察機 那種的騷擾 那種的騷擾 偵察無人機 跟自殺無人機的分別 就是偵察無人機 通常會飛高一點點 如果飛高一點 就可能這個彈幕 有時候都未必夠 因為我們說到 你射2500米的位置而已 其實有時候無人機 就真的會飛得高一點遠一點 所以要用到其他防禦系統 例如可能用到Strader 10 或者可能你要用到 Star Street 即是星光 那種射得比較高 去到5000米 高很多 5000米都試過打過Soul 34 當然都試過了 真的要用到西方武器 才能打得這麼高 但是有時候偵察無人機 他都會不覺得要飛低一點 看你們這部隊 所以就算飛低一點點 這個ZOO 23 亦都能夠把握機會 把你擊落 大家看到 其實他都是多才多藝 你把他踩上去Truck 其實他都真的不差 一來有機動力 二來又能夠周圍攻擊 所以其實他本身 如果你當作坐地炮 這樣用 你就真的打打一下 你真的要走 不然讓對方 反炮兵雷達 射擊到你 就真的炸到你坦坦要 去到某些位置 第一 要有個遮蔽 你不要被人 那麼容易找到你的位置 因為無人機射擊到你 攻擊你 就真的沒有仇報 因為無人機佔據了制高點 他打你的意 你打他就真的難很多 但是這個武器 都能夠擾亂一下 俄羅斯的無人機行動 甚至乎 俄羅斯可能現在都佈置了 這種武器 是要優先消滅 一個List上面的 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本身我們說過 坐地炮就需要周圍走 但是如果你放上車 其實有了機動力之後 就真的差好圓 很好用一下 但是這種高射炮 又不是我們說 零丹妙藥 始終有時它不差 但是對方無人機都移動得快 有時無人機勝在 雖然飛得低 但它夠小 針一金耳打一中 很難打中 而且很難捉到它 而且你又沒有仿飛彈 所以有時都會被攻擊到 不過對付無人機 每次都浪費 導彈真的搞不定 所以用這些彈幕去打 其實也不失為一個不錯的方式 講到自殺式無人機 所以現在無論對烏克蘭或俄羅斯 都一定很難捉 大家都會用自殺式無人機 去攻擊對方昂貴的設備 所以關於這個攻擊 我覺得也是非常好的 當然紐葉刀 其實現在都不是有一個很好的方式 想到如何把它清除 因為始終它本身實在太好用了 所以現在俄羅斯用到這個 跟Shahid 131到136有些不同 他們Shahid去打大型的目標 因為紐葉刀是比較小的 所以現在他們在俄羅斯軍隊裡 也有分家 如果前線打炮役、坦克 就會用紐葉刀 紐葉刀亦之前有打擊過炮役 所以也會有些難搞 我們講到它跟反坦克導彈 分別是有的 就是我們講到紐葉刀去撞擊前 會射到穿夾板出來打 無人機純粹是高爆破扁頭 所以這個穿夾彈的形式 打下去 有時因為它的速度 下來的動能 大概每小時300公里 都蠻快的 動能再用到彈出來的穿夾彈 其實真的有機會撞穿到 炮役本身的裝甲 還在說A6的裝甲 所以有一定的風險 對著紐葉刀 這個發明真的 針對到現在西方的裝甲部隊 稍一不留神都會被打穿 所以為何反攻初期 遇上這些無人機 烏克蘭的炮役都遭殃 原因真的不可以大意 對著這些無人機的攻擊情況 大家記得按LIKE 大家記得按LIKE PICK UP CHILL 比卡超 對著我們說的 FONTI科技樹 上面放了一架SU-23 蠻好用的 不差的 這架裝甲部隊 打下去也相當好用的 綠箭游鏡 最棒的是TOYOTA TOYOTA 科技樹在後面 真是敗物到得 尤其是敗這些炮 真是非常好用 無人機的彈砲合一 類似S-1那種是最好的 俄羅斯的S-1 事實上 打這些無人機 真的有差不多 Hunting Line 你好 扭業都用電戰設備壓制 但烏克蘭缺少 美軍一定有 好 看看 強烈推介 看澳本開幕 一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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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4 看看澤叔有沒有了 我不宣佈了 我只是等看8月24 看看是否真的有 現在都真的等 北俄羅斯捉老鼠 又不是說 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 俄羅斯是否真的 烏北集結十萬大滾 是的 湯汪 是真的放了十萬下去 之前的程度 也是進過的 亦有大量的裝備 放進去 那邊也是苦苦支持 烏克蘭部隊 也難打的 但就照樣捱著 但其實都投入了兩個 新的淚下去 都是 有風險 那邊也不敢擺放太多兵力 但那邊也有瑞典 好像有一個瑞典女 在那邊 捱著 我記得有兩個女 在那邊 一個是22 是嗎 我也要考慮一下 還是說不出 好像是21 即是21的機械化鋁 還有一個 四十多的機械化鋁 我完全忘記了 我完全忘記了 完全忘記了 44 好像 他們有現在西方的戰車 Bradleys 那一輛 他們都不想消耗太多的西方資源 在那邊 其實 但也沒有辦法 你不是這樣 擔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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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反過來 就想消耗你的裝備 其實大家的意圖 大家都很清楚 都真的差在怎麼打